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小孩确实也还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 但是确实是消耗体力 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小孩子的老师 或者是带小朋友 或者出来拍照 这都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确实是需要勇气 有的人他天生就非常非常喜欢小朋友 就愿意跟小朋友打架了 他也不觉得累 这样的人想必是非常适合当儿童摄影师的 那不管是拍别人家孩子 还拍自己家孩子 那要拍好的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那首先我们拍儿童 他跟拍婴儿又不一样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他特点的就是第一个是变得有主见了 他有这些想法 你就不能命令他了 你也不能折腾他了 说你躺着我给你换个衣服 这不一定他愿意 他有时候我就不喜欢这衣服 那他真的是一固执起来 他就只想穿他想穿那一件 你怎么办 你不能 你得学会去跟他沟通 而不是去详细的命令他 那另外呢 就是因为孩子他有一定的行动能力 他可能自己跑 能自己跳 能自己去选择东西玩具去拿 或者去放 或者去扔 所以呢 你可以去引导他了 你终于可以跟他 像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样 你拿那个水枪 对着我 看看你能自多远 是吧 你心里清楚了很 那水枪肯定执不到你的镜头 但是呢 你依然可以从正面用长焦镜头 拍到这个画面 哇 这个凶狠狠的样子 拿着水枪对着你 第三 是 你可以 这个 让他配合你 去完成某些造型 如果他喜欢的话 我们来一个 爆吉他的 他可以 去真的去爆了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去摆了 所以这他三个特性 第一个呢 是他有主件 第二个呢 是他可以被引导 第三个呢 是他可以配合你 这三者呢 是相辅相成的 那拍起来有什么样的技巧 我们还是从器材开始说起吧 之前拍那个小朋友 拍那个婴儿呢 也就是五零头 比较常用 三五头也有时候用一下 如果要拍全身的话 拍儿童的时候呢 还是五零头 比较常用一些 五零头 八零头 三五头 其实都还常见啊 但是呢 嗯 太广角的一般会比较少 因为我们更喜欢这种 背景积极虚化的一种 效果吧 所以呢 你可以使用大光圈的 五常米镜头 还真是简易大便宜 大光圈的五常米镜头 特别便宜 对吧 五十毫米一点八 才七八百块钱 七百多吧 那五十毫米一点四的 光圈那么大 他才这个 两千来块钱 那么 你可以看自己的这个 这个预算来买 如果你就准备花两千 就买一点四 如果你就八百块钱 你就买一点八 其实也很不错 我原来使用了什么头 原来使用了好像是一点八的 我记得啊 几百块钱 买一只 成像效果 是是是 非常顶级的镜头 怎么想 怎么都爽 五常米镜头 因为他制作起来比较 结构比较简单 而且那 嗯 他的这个 这个 镜头设计比较成熟 堪称人类光学的这种 结晶啊 所以 五常米镜头 还是应该背着一致的 尤其是对于喜欢拍孩子的 拍人像的人来说 那 他是不变形的 那 他有 这个背景积极虚化的效果 这都是比较适合拍孩子 那 对焦的模式 是什么模式呢 为主呢 就是 单点单次维焦 和多点根度 对焦 那你要看这孩子 他动得厉害不厉害 跑得厉害不厉害 文文静小姑娘 单点单次维焦其实就可以了 或者说我们今天就在家里拍 你跑不了多远 你们还记得这个吧 对吧 就是那个 Auto Focus Single 然后 咱们 自动维焦 平下单次维焦 那 选择一个点就可以了 这个点是可以 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放中间 也可以放到旁边一点 如果你们想拍这样的照片的时候 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并不是摄影师本人 在抓着 孩子的手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时候大多数时候都是请父亲 抓着孩子的手 因为母亲可能拽不起来 然后呢 就是这个摄影师啊 非常诡异的 从背后紧紧紧紧的抱住父亲 抱住他的背部 抱住他的臀部 然后呢 把两只手伸到他的前方 把相机放在他的肚子位置来拍摄这个小朋友 甩的时候呢 这个摄影师会非常狼狈的跟着父亲在后面 横着像螃蟹一样走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诡异的画面啊 两个男人抱在一块 但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只有父亲拽了起来 拽了那么久 那孩子是永不疲倦的 你玩这个 他永远都是开心的笑 你不用担心他累 关键是父亲 他的臂力要强 第二个呢 是摄影师 他要蹲在那个 抱在那个父亲的后面 去摁快门 这个时候只能是盲拍 所以你要多拍一些 连拍很多张 然后回头我们再来挑 为什么不能用多点对焦呢 为什么 因为多点对焦肯定对手上去了 因为手离镜头更近 是吧 所以这一点呢 请大家尤为的要注意 这里只能使用单点对焦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如果这个孩子动得非常快 跑得非常远 你比如说我过去有个学生啊 现在是咱们卡图的特评的声音老师了 叫April 那个姑娘 她原来也拍儿童摄影 拍儿童摄影的过程中呢 她就跟我讲了一个特别惨的故事 她说我本来已经够累的了 那天已经拍了几个了 然后最后去拍那一家人的时候 那父亲居然 特别开心的说 你等会儿 然后冲到屋子里面 拿出了父亲引以为荣的这个道具啊 什么道具呢 一个滑板车 然后April看了就崩溃了 你为什么穿个膝膏跟 去追人小孩滑滑板车 根本追不上啊 你想想 他一定交头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变儿童还是有效果 还是有作用的 另外我再提醒一下 拍孩子的时候能不穿高跟鞋吗 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牛仔裤也就好不要 就是那种撒开屯就能跑的 女生更不要穿裙子 是吧 你要能追上他的速度 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自己的服装上也要注意一下 那么好吧 如果你是有变焦头 如果你现在那个不用去追了 你只是变焦就可以了 但是你跟踪对焦总是需要的 而跟踪对焦呢 就是我们之前学的那个 把所有的点头打开 然后相机自动选择 并且自动去跟踪它的距离 尼康和佳能对跟踪对焦 这个说法不太一样 但大体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你一旦指定一个对焦物体以后啊 它会不断的用其他的对焦点去跟踪它 直到它脱离了你的对焦的区域为止 那我们对焦的问题啊 就用这个这两个方法就可以解决了 那有同学可能还是想说 为什么拍手还是有点模糊 对焦还是有点吃力 那我只能说 一呢是反应要快 第二呢是手要端稳 第三呢是要多拍 一定要多拍 大量的片子里面会 总会有那么几张清楚的 因为对方他的行动几乎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足够的照片的量 来打一个底 然后来背一个底 好 那么接下来测光的事情 测光的如果是拍儿童的话 因为他跑的实在太快了 我们点测光是根本不识计的啊 同学们 因为他不可能听我的话 就站在那个位置不动 他一动 他的脸上光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定是一个自动化的测光 要么就评价 要么就要矩阵 这是尼康加那种不同的叫法 那么先平均测好了光 如果背景真的很亮的话 那我们再加曝光补偿和减曝光补偿 那这个画面里面呢 用平均测光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他对整块面 整个区域都进行测光 那测完以后 我们如果是光圈优先的模式下 我们只需要再加一点曝光补偿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加 因为孩子皮肤比较亮 那但是呢 由于孩子们 他们的这个行动实在太快了 我们根本跟不上 他的这个速度去增减曝光补偿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再去另一个办法 就是我不加曝光补偿 不加曝光补偿拍摄节目 就永远都是偏暗的 逆光的时候 我可能少许加一点 但是还是偏暗的 为什么我不加到合适的位置呢 因为天知道一会儿 是不是天空突然就曝光过度了 他幻影背景 背景就曝光过度了 为了尽可能的保住那些 特别亮的地方 我们还是别加太多 我害怕 那个万一我现在加曝光补偿是对的 一会儿他突然不逆光了 脸部曝光过度了怎么办呢 然后照片就废了呀 所以我们不加 然后拍完毁了以后 后期调 我前段时间也问到 碰到一个悬员问这样的问题 说我们都可以在后期处理中 去调整这个曝光补偿 调整这个光线亮度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前期 去调整曝光补偿呢 这真的是一个悬员问我的问题 那相信大家 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 是吧 因为前期拍摄 几乎是无画质损失的 后期调整的画质损失 非常严重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曝光 那个可以凝现悟过 避免曝光过度 后期可以调 现在再来看看阳光的问题了 这跟拍婴儿类似 是避免阳光直射 有阳光的时候 怎么拍孩子 逆光呗 是吧 这张画面 虽然拍的时机是很好的 但就是因为它这个测光 把这张照片给毁了 这跟刚才我们上界科学的孩子的 那个婴儿那张照片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好 背景如何选择 背景用简洁的 白墙也可以 木墙也可以 线条也可以 但是请不要太复杂 有的时候有点游乐场 没关系 我们大光间给它模糊掉 是可以的 这个用80毫米左右的 这个大光圈镜头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背景越是复杂的地方 你就需要带越长焦的镜头 为的是要更好的背景虚化 但是请注意 我们并不是要把背景模糊成一团 我们还是要交代环境 在游乐场就是游乐场 手上道具跟背景是相呼应的 衣服裙子跟背景是呼应的 所以我们既要简洁背景 还要交代环境 你要把握好这个度 这两者不是矛盾的 另外视角的选择上 有一个比较常规的建议 就是平视他 处于他的鼻子 或者他的嘴巴的高度来拍摄 像个小弟弟 像个小妹妹 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一样 这样来拍摄他们 不要俯视 不要在那承认的角度俯视他们 不是说不要俯视 因为承认的角度俯视他们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压迫感 总是有管辖的感觉 孩子也不是很风红自然 你拍摄照片也无法打动人 因为你看照片的人 还是会感觉到 我们在管一孩子 他有这种蔑视感 但是你蹲下来以后 你比他还稍微矮一点的时候 比他眼睛稍微低一点的视角 看他的时候 他就有一种平等的交流 有一种更细腻的情感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极低的视角来拍摄 这是几乎贴了地的 一个角度来拍摄的 那么不一定他们就是 真的是这个自己创意 自己的创意去夹在腿里脚里的 但是我们可以 你可以去帮他插上对吗 也可以用极高的视角拍摄 你看这个画面多好啊 他在做什么 做饼做饼干 那么这个模具摆在上面的时候 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你说你抬头 一抬头就摁下来了 给孩子找点事情做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建议 希望各位要记住 给他找一些事情做 然后给他一些服饰 给他一些这个环境 那这都是你设计好的 但是最终呢 给他一些事情做 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这样的话 我们拍出来会更自然 更开心一些 这是极高的视角 对孩子的一个服饰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个孩子长得很文静 有一种这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 让惹人恋爱的感觉 所以他这个表情 现在是合适的 低视角高视角 要么就是平视 我们很少会站到一个 成人的高度去 用那种不低不高的视角 来俯视他 好 关于服装道具和场景 我没气来说 拍摄场景呢 可以是他生活的一些场景 他熟悉的场景 这个屋子肯定是 精心布置的 后面几本书 颜色配色 是吧 画画的哪个位置 都是可以去布置的 你花半个小时 来布置他的房间 然后再在这个地方 来拍摄 是值得的 当然也有人是石井棚 这井棚里面布置出 这样的生活的画面 这是在门口拍的 这个脚电视下 哈喽 你看多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在场景的选择上 要符合孩子的天性 他去他熟悉的公园玩 你去熟悉公园拍就好了 不要老去那些 他不熟悉的地方 不要把它带到 他陌生的公园里 在他熟悉的公园里 尽量去拍摄 每个公园里 总能找到一两个小角落 是非常漂亮的 对吧 那么另外呢 现在中国很多商场里面 有这种儿童玩乐的这种区域 这种区域呢 也不贵 几十块钱 一百块钱买着门票 一百块钱算贵的了 可以一位大人 你陪同一个小孩进去玩 他上面说的是 一个家长 陪一个小孩进去玩 但是你可以冒充一下家长 带一个小型一点的相机 别那么张扬 在里面拍照 没关系的 反正我在北京这么做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他不会说 你家长不让拍照吧 但你不能拿一个 特别唬人大相机进去 那这样的话 别人会知道 你是拍商业的作品 拍完了要买钱的 那他肯定愿意 收你一笔钱 对吧 所以场景的设计上 你刚刚看到了 家里游乐园 这个公园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玩具和道具 那你可以让他玩起来 比如说这个书页 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道具 把它埋起来 这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 他很愿意 被你这么做的 对不对 那么你也可以说 我带一些这个道具 到你家去拍照 带小翅膀过去 或者说呢 我们多准备一些 青气球 好吗 你家不是有说 你家宝宝有那个红裙子吗 我们带一些红色的青气球 把它那个拴在一起 这个多浪漫的一个场景 这青气球 能让这小孩老实好一阵子呢 而且在绿色的公园的环境里面 用红色来做点缀 是不是很漂亮 当然请注意啊 前提是 这女孩身上有红色 如果身上没有红色 光气球那么红 他穿个白衣服那就可能就不好了 因为配角比主角还醒目 是吧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 好 那么 这是用小动物怪猫猫 没有毛的一种猫 来做这个小朋友的道具 来拍摄的 还有小男孩非常喜欢小汽车 收集了这么多小汽车 这我想可能也不只是小男孩的 估计小男孩的爸也挺喜欢汽车的 那不管怎么样吧 把它作为道具摆成一个 这种弧形 像个彩虹的形状摆在这 又大到小 是不是很有创意啊 所以摄影师脑洞要大 我再次强调啊 这个帽子 手套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小 圣诞树啊 圣诞树很多时候对小朋友 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他又挂着这个礼物 又挂着球 闪闪发光 是吧 那这里面呢 很巧妙一点 是他的帽子 他的手套 跟圣诞树之间 跟环境之间 他是有一定的呼应的 背后还有一个那红色圈 那都是圣诞节的常见的一些元素啊 那这里又提到一个问题了 跟前面拍那个婴儿一样 如果这小孩 他在拍摄这个当天 就是过节的时候 那么你是不是要提醒家里人 那我们可以提前的准备一些环境 凸显这个节日的气氛 这样的话会 更有纪念意义一些 那这是苹果啊 做成了这个道具 不管怎么样吧 道具在儿童摄影中 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那各位呢 在准备的拍摄的过程中 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 这会给你最后的这个拍摄过程 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对你的这个成片的效果 带来很大的帮助 好 服饰搭配的要点 那一来是要跟节日相搭配 第二来可以跟季节相搭配 那我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跟前面所说的卡通人物一样 不要有过于流行性的东西 最好是经典一点 纯色的东西是永远不过时的 这是一个纯色的 靠质感变化 靠镂空的花纹 来凸显的一种啊 这种照片 这种服饰的搭配方法 灰色的 你看 有的人就觉得 哎呀 为什么不给我孩子 穿点颜色鲜艳的衣服 这不一定的 灰色其实是很高雅的一种颜色 对吗 在一个画面中 你不觉得很舒服吗 有人会说 哎呀这小姑娘穿个黄衣服就好了 乱七八糟 那我们不是什么时候 都一定要很鲜艳 当然你可以鲜艳 但是请一定保证 它是一个简洁的 经久不衰的衣服 而且这种颜色 要出现在恰当的地方 雪景中出现黄色 是不应该的 因为它跟白色过于接近 那而且它又 它又跟白色的情绪 它也不相符合 但是呢 在这里因为这一排小鸭子 它的这个衣服啊 是非常这个 适合使用黄色的衣服的 那这里还有这个 小小宇航员用纸箱子 做成的道具 以及这个小朋友啊 穿着这个宇航衣服 拿一个旗帜 站这个地方 跟道具之间相互呼应 跟环境之间相互呼应 这都是我们之前 有反复提到过的问题 好 那修片风格简单 这跟修女生的片差不多 用一些负片的胶片效果的 修片风格 具体修片方法 可以参见Vesco的 这个来重插件 也可以呢 上网去搜索 更多的这个 副片修片风格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从效率的方面来讲呢 还是套用 已有的他人的预设 在此基础上修改 会更好一些 你可以修改成 自己喜欢的这种风格 以后再把它另存 为自己的一个预设 但是呢 从头去做 真的是非常费劲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像那些专家 花了那么多时间 去研究那些胶片的色彩 所以这些都是胶片色彩 你们看到了这些胶片 当然都是非常舒服的 这是类似于正片的 胶片色彩效果 这是类似于正片的 胶片色的效果 就是反转片的 鲜艳的颜色的效果 那不管怎么修情 一定要注意 肤色不能怪异 我们环境美不美 都其次 肤色一定要保住 它可以受环境色影响 稍微偏红一点 或者偏黄一点 但是呢 一定不要让它变得 非常的奇怪 比如说在没有花的情况下 它皮肤过红 是吧 没有环境反光的情况下 皮肤过红 或者是修了修着 环境特别好看 特别酷 特别冷艳 但是皮肤变蓝色的 或者偏蓝偏青 过于惨白 都是非常不好的 小孩子的皮肤 就应该是红润的 吹痰可破的 它是这个质感非常光滑的 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呢 修片的时候 主体是我们要保住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才是环境 才是氛围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女性的人像的拍法 男性和老人的人像的拍法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